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艳电函 并通过其他方式 对江泽民同志逝世 表示深切哀悼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江泽民同志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国际地位提升 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泽民同志是俄罗斯的老朋友 为推动俄中关系 提升至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将永远铭记这样一位 具有崇高威望和巨大个人魅力的政治家 请转答对江泽民同志亲属 及全体友好中国人民的诚挚慰问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通伦表示 江泽民同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泽民同志是老挝党和人民的亲密朋友 为老中关系发展 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我们对江泽民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 江泽民同志是卓越政治家 和共产主义领导人 是古巴革命亲密的朋友 古巴向中国党 政府和人民 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表示 江泽民主席为提升中国人民生活水平 领导国家成为稳定繁荣经济体 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方高度赞赏他对深化 文中长久关系做出的贡献 新加坡总统哈利玛表示 江泽民主席领导中国 持续推进经济改革 实现快速发展 在这悲痛时刻 我们的哀思与中国人民同在 马尔代夫总统萨利赫表示 江泽民主席 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巩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重要贡献者的角色 将作为富有远见的领导人 被铭记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 江泽民主席致力于 中国国家发展繁荣 和国际影响力提升 为巩固哈中友谊 做出重大贡献 将被两国人民永远铭记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表示 塔方高度评价江泽民先生 为中国发展及塔中关系 所作重大贡献 他的逝世是一个重大损失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江泽民主席带领中国人民 实现繁荣富强 是白中关系的奠基者 为发展巩固白中关系 做出积极贡献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 我本人和巴勒斯坦人民 永远铭记这位杰出领导者 他是巴勒斯坦人民 事业合法权力的支持者 巴中两国关系的促进者 巴中建立外交关系的建政者 我仅代表巴勒斯坦国家和人民 并以我个人名义 向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友好的中国人民 以及逝者家属 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巴勒斯坦国家